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欢迎和我一起学习自由职业摄影师课程 在上一门课里面我们主要是讲了关于对焦和曝光的内容 其中曝光的内容又主要包括光圈、快门、感光度、各自的效果 和他们三者之间的一个互役的关系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想知道了 就是到底什么是完美的曝光呢 什么是正确的曝光呢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来学习这个方面的知识 那首先还是要给大家两个基本的常识 这个呢是叫做光比和宽容度 什么叫光比呢 就是自然界中这个光线它的强度之比 比如说太阳底下的世界被阳光直射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明亮的 甚至有时候明亮的比较刺眼 但是没有被阳光直射到那些部分 比如说大树的根部的这个阴影下的泥土啊等等的 这些地方又是特别的暗的一个亮度 所以这个一暗一亮 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这个就叫光比 光的一个明暗的比值叫光比 而宽容度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相机呢 它没有能力去记录整个自然界存在的光比 它只能尽量的去做 那么它尽量做它能容忍多大的光比 也就是说光比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它依然能够给它记下来 这就叫宽容度 我们来看一个图示啊 假设自然界的光比是这么多集 那我们的相机呢 它能拍出来只有这么多集 那两头会发生什么事 这两头一定就会包容过度和不足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啊 它在左边右边已经变成纯黑和纯白了 左边本来还有两格 但这两格之间已经看不到界限 看不到区别了 它就变成了纯黑的一片 这种现象我们就叫曝光不足 而右边那个白色部分 就是曝光过度 超出了相机的这个宽容能力的光比 那一部分就是曝光过度了 我们当然通过调整我们相机的这个 一些曝光参数 可以让我们的相机 尽量的去把那个暗部的细节给它拍出来 你们现在仔细看看这个画面 最左边那两格呢 里边是有细节可言的 能看到它们之间有一条细微的分界线 但是当你保住下边的时候 上面就会更过度了 上面大概有四五个格子 都已经完全的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了 当你去顾及这个亮部的时候 顾及你拍摄这个场景中 比较明亮的部分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部分被曝光不足 所以这就是宽容度 它总是没有办法顾及到自然界的所有的光比 总是要抛弃一部分 当然了随着这个天气的不同 有可能雾天呢 或者是其他的天气的时候 光比是比较小的 这时候相机有可能能一次性的记录下 所有的这个亮部和暗部的细节都能记录下来 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是吧 这个逾越龙门 在这个画面里面阳光是直射水花的 但后面的这个岩石呢 没有被阳光射到 所以在这个画面你看起来 水花就非常刺眼 但是同时岩石还曝光不足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像我们刚才给出那个范例图一样 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除非你去做一个科学家 把这个我们的数码相机的宽容度弄得很高 或者是胶片的宽容度弄得很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也是标准的一个图示 来给大家试一下 哪些部分是曝光过度的 哪些地方是曝光不足的 是这两个部分 蓝色的部分代表曝光不足 红色的部分代表曝光过度 有人说嗨 这还用你标出来是吧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的眼睛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会讲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呢 它的宽容度会更小一些 所以它导致的这个曝光过度和不足的现象呢 就更严重一些 同样的 如果你去保住高光部分的话 暗部就更多不足 保住暗部就会更多的高光部分曝光过度 所以在一些光比本身就不是很强的场景中 手机拍出来照片也经常容易出现曝光过度和不足 这个画面里面实际上没有阳光止射 但是它依然曝光过度和不足了 这个手机的宽容度之小 就大家可以体验得出来 那么有人可能有些误会啊 他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肉眼一看 就能把过度和不足的部分看出来 他经常就说 你把照片给我看一下 一看那个相机背部屏幕上 或者一看那个iPad上 电脑上的那个照片 就说你这个曝光过度了 这个曝光不足了 他就这个对了照片指手画脚 但这种做法呢 是非常不靠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的颜色 又严重的色彩偏差 你比如说我所知道的HTC 就老喜欢把自己的屏幕的对比度调得很高 色彩调得很鲜艳 这样的看照片就好像觉得 他这个屏幕特别好似的 但实际上由于他对比度太高了 所以用这种屏幕的观看照片的时候 就经常容易觉得有些地方包容过度和不足 但实际上呢 他又没有 就说那个地方不是纯黑 他只是接近于黑 你把它显示为纯黑了 那当然这屏幕就不好了 我们的相机的机背屏基本上也有这个毛病 对比度会比真实的照片的对比度要严重的偏大 所以通过屏幕去看本来就不靠谱 那另外一个影响呢 是我们这个肉眼啊 这个很受环境光的影响 如果环境光过亮 我们肉眼就看不清那屏幕 就觉得那个屏幕总是偏暗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啊 在强光环境下看照片的时候 你总觉得这个画面有点曝光不足 但实际上不是 是因为这个环境光太亮了 但屏幕不够亮 所以这用肉眼判断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包括各位同学在外面拍照的时候是吧 单反相机拿出来 拍了照片 到底怎么样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包容过度和不足呢 只能通过一种东西来准确判断 叫做直方图 那直方图是个神器啊 如果没有它 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啊 直方图 这是在Latinum里面显示的一个直方图 跟各位在相机上看到直方图 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啊 因为这带彩色的信息 但咱们先不管那么多好吧 我们只看里边那个白色的 那一块信息 就是那个山峰啊 左边有点高高的 右边有点矮矮的啊 就是那个山峰部分啊 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直方图呢 这个图看上去很抽象 它是一个数据化的显示结果 它不管你这个外面 环境光多亮多暗 它显示的绝对是一个标准的结果 在解读它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原理 就是这个直方图的左边 这个山峰越靠左 代表越黑 越靠右代表越白 所以我们管这个左右这个变化 叫明度的变化 明度就是所谓的亮度啊 你们简单的理解为亮度可以 左边是深色的 右边是浅色的 那么如果你贴紧了左边啊 这块看 这条边界是代表着黑 右边那条边界代表了白 所有相机直方图都长一样 那么里边的一些山峰呢 它所处的位置 就代表它的这个亮度 比如说在正中央 明度上方的那一小片山峰 的那些丘陵地带 那个地方我们就称之为中灰色 偏左一点 称之为深灰 偏右一点 称之为浅灰 那是如果这个山峰紧贴 左边那个绿线了 我们就称它为黑色 黑色就是失去任何细节了 完全无可救押了 那就叫曝光不足 如果这山峰紧贴右边 就叫曝光过度啊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实例 现在先不着急 这里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会 就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山峰高 代表曝光过度 有的甚至会发现这个山峰高处的 这个直方图的显示范围冲出去了 他认为这就是曝光过度 我是错了啊 这个高度指的不是它的亮度 而是它的面积啊 就是这个像素点的数量 比如说吧 我们现在这个明度上方 这一块矮矮的小山峰 看见了吧 就这块 它的面积大不大 它的面积实际上不多 矮矮的只有那么高 所以证明这种既不偏左 也不偏右 中灰色只有那么一点 那这个直方图 它对应的照片呢 其实就长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画面里面有一个特别亮的区域 在那个包上面 那是个包吗 反正是这个位置上 是吧 那它对应的 相应的在直方图中显示呢 一定是偏右的 甚至要几乎要贴近白色 因为它已经相当亮了 有的人可能靠肉眼看的时候 会觉得啊 那个包肯定包裹过度了 但你看直方图里过度了吗 一点都没有过度 它虽然非常靠近右边 但是它没有紧贴在 刚才我画成绿线的 那个白色的那个部分啊 就是它没有紧贴在直方图的 最右侧的边界上 所以我们认为这张照片 完全没有包裹过度情况出现 那这个画面的平均亮度 大概什么样子的呢 是既不亮又不暗的一个样子 我们看看这两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呢 都属于没有特别深色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亮色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区域对应的 是右边的直方图中的 还中间这个椭圆形里边的 还这一部分矮矮的丘陵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刚才不是说这个高度代表面积吗 你们可能会觉得 叶老师这个面积这么大了 在画面里面 为什么在直方图里面 它并不高呢 那你得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小丘陵是不高 但它宽度宽呢 它从左到右 那么大一片呢 是吧 真正的正中央的中灰色 虽然不多 但是中灰深一点 中灰浅一点 再深一点 再浅一点 再深一点 再浅一点 这些部分加起来 它还是很大一颗面积的 所以我画的左边 这两个绿色环里面的部分啊 对应的呢 是右边的这个椭圆形里边的中灰色区域 这个时候大家再仔细看一下直方图部分呢 直方图的那个小山峰背后啊 其实有一些小的那个辅助的格子 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那个格子呢 呃 里边又有三条竖线是比较明显的 中间正中央有一条 稍微亮一点的竖线 那它的左边一条 右边一条 平均的把这个直方图里边的面积呢 分成了四大块 是吧 那这四大块呢 最左边那一块 我们就称之为是深灰色 最右边那块称之为浅灰色 啊 中间两块统称为中灰色 现在咱们绿色的一个框里边 框住的这一部分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中灰色的这个亮度的部分 那在中灰色这两块里面呢 偏左的这个呢 呃 被称之为啊 中灰偏深 右边是中灰偏浅啊 大概就这么意思 正中央那条线上 就是正中的中灰色啊 真的一点都不偏亮 也一点都不偏暗的那么个地方 呃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里有没有啊 曝光不足的地方呢 这两个区域其实蛮暗的了 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的曝光不足 所以在直方图里面呢 它虽然是处在我们的直方图里的啊 最左边的这个这个方块里面的 最左边的这个区域里面的 它是毋庸置疑的深灰色 但是它离曝光不足还远着呢 是吧 你看它最左边离我们这个直方图的边界 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比那个曝光过渡 我离这个边界的距离还要远 所以虽然这样照片看上去有点曝光不足 有点曝光过渡 但从直方图上读起来啊 它的这个曝光信息呢 是都处于深灰中灰和浅灰的范围内的 并没有出现曝光过渡和不足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雪景啊 中间呢是人好像呢 是搭了个小桥还是怎么着的 从那个上面走过去啊 那么这个画面基本上都是浅灰的 但是别忘了 它的右上角注意看啊 有一个大概占画面四分之一面积的一块中灰色 虽然不算深灰 但是算中灰色 那么它的直方图长什么样子呢 它就有三个山峰 你看见了没有 其中最右侧的那个山峰 因为接近于白色 你们肯定知道 它就是相对应的是咱们这个雪地的这个反光的部分 中间那个山峰 是相对应的是中灰偏浅 它在画面里面呢 应该是对应的人物左侧的这一块梯形的啊 这个雪的这个墙面 而深灰色 就是从咱们的中灰那条线开始 直方图正中央开始 往左这一片都对应的是画面的右上角的三角形的那一块面积 然后稀稀利利的就有一顶点的很矮很矮的几乎贴着底边的线条 往左走 在直方图里面看见了吗 一直往左走 那些地方甚至是快延伸到曝光不足的那个纯黑的部分了 这一部分在画面中对应的应该是那些人物的衣服 还有就是那些雪块底下 颜色实在是非常深的光线非常暗的那些区域 因为它们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是贴着直方图底边走的 那么反过头再看一下这个画面里边最大面积的是什么呢 是雪 所以在直方图里面最右侧的那个山峰是最高的 因为它呢是代表着雪的 它是一个是吧浅灰色的一个面积啊 所以它的高度就比较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直方图的高度代表面积的意思 那人物左侧的梯形的那个中灰色 以及画面左上角那个区域啊 那个区域呢都可以算是一个中灰偏浅的区域 那就对应的是从右梳起的第二个直方图山峰 再往下走 最左边的那个小山峰 最后一个小山峰 应该就是右上角裸露出来的山体岩石的部分 因为它的面积还是蛮明显的 所以在直方图中也会有个小山峰出现 根据我刚才教你们的知识呢 你们现在可以试着啊 去脑补一下想象一下 这张照片的直方图最后会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啊 其实它的构成是相对简单的 无非呢就是由两个亮度组成的 一个亮度是大面积的墙 这是肯定是画面中最大的一个亮度了 对吧 这个墙啊 跟它亮度很类似的 还有左边那两个台面的这个背光的部分 和整个这个画面最底部的这条阴影 和人物的阴影部分 这都属于画面中颜色偏深的部分 在画面中估计至少占到三分之二的面积 所以直方图里一定有它的体现 而这个东西 它是亮的还是暗的呢 应该是中灰偏暗一点点 并不是特别的亮 也绝对不是中灰色 中灰偏暗一点点 地面肯定是浅灰 不是中灰偏亮的问题了 它非常亮 它几乎就已经摸摸过度了 所以它是浅灰 我们看到的直方图是这个样子的 跟大家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 最大的最高的山峰 也是面具最大的部分 是中灰偏暗的部分 几乎快进到深灰色的这个区域了 而地面被阳光直射的部分呢 是属于浅灰 现在它处于直方图的 最右边的一个区域里面 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浅灰区域 那么这个画面里 有包容过度和不足吗 有一丁点丁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最右边的小山峰 再往右走 这个斜坡下来以后 那块碰到最右侧了吗 碰到了 所以这画面有一丁点的包容过度 左边的山峰延伸下来以后 到了最左侧 它有一定厚度的这个地方呢 是碰到了最左侧的 所以画面里面 有一些曝光不足 而且比那个包容过度的部分 要多一些 包容不足到底出现在哪里 我想应该出现在 这个人物的头发里面 和它的皮包上了 大概是这两个位置 因为面积很小 所以那块高度呢并不高 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了 在这个画面里面 它对应的直方图 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画面的 背光的这些岩石呢 都属于深灰色 所以它对应 左边深灰的山峰 那海面部分呢 是不暗不亮的 所以它呢 是处于中灰色 由于海面面积很大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 中灰色那个区域的 那个山峰啊 堆的就比较厚实一些 最后被阳光照亮 天空的亮度呢 还是比较明亮的 所以在右侧呢 也有一个小的这个平地 是吧 咱不能称之为山峰了 因为它没有凸起来 就有个小平地 并且慢慢的慢慢的下滑下去 这画面里有曝光过度吗 没有 虽然你看着 好像那个阳光挺刺眼 但没有 这画面里也没有曝光不足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吧 到底什么叫曝光不足呢 这样照片就是曝光不足 而且这是严重的曝光不足 比如说这个画面 就是刚才的直方图的那个画面 这个画面里面有很多区域 都是纯黑的 就是这些地方 所以它所对应的 就是现在直方图中 左侧 那个紧贴着最左边的那个山峰 而什么叫曝光过度呢 我们给一个反例 这个直方图右侧 你们看见了吗 那条白线可不是直方图的边框 那是我们的山峰 到那的时候突然上扬 堆了很高很高很高 就说明这块面里 有大量的曝光过度 在这个区域中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块红色的曝光过度区域 对应的是直方图的 最右侧的那一块小的细线 这里还想请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直方图的这个 曝光过度和不足的部分的这个山峰 有时候会堆得非常非常的高 很突兀 像个悬崖一样 所以那根线的 有时候也会非常的细 如果你一不小心 可能就把那根线 当成我们直方图的边界了 你千万别搞错了 那是我们的这个小山峰 是代表的是我们画面中 有些部分严重过度 或严重不足的一个这个示意 而不是你的这个直方图的边界 我们直方图的边界 都是黑色的 不是白色的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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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